大家好,我是白鹿,欢迎来到白鹿的深度影院 今天给大家带来令人扎舌的《伦理之乱》系列的第三部影片 著名希腊家庭犯罪伦理篇《暴力小姐》 看一个父亲到底能有多坏,而这种坏竟然还可以被传承 家门背后不一定是灯火柔光下的爱和温馨 那些看似寻常的家庭里也可能充斥着不为人知的灰暗 在那灰暗冷静的色调中可能是无尽的残酷和暴力 甚至是打破伦理的不齿 当乳白色的房门打开,原本寂静的家里瞬间变得喧嚣热闹了起来 这一日,这个普通的家庭在为一个叫安琪丽琪的女孩庆祝生日 此刻的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的平常自然 安琪丽琪吹灭了蜡烛,接受家人的生日祝福 但在这快乐的日子里,安琪丽琪的脸上却见不到半点笑容 男人将相机递给了小外孙菲利普斯 并让琪为自己和家人拍照 可是,站在男人身旁的安琪丽琪 在面对搂上他肩膀的外公的手时 却只是将头转到了一侧 并且同外公刻意地保持了些许距离 一旁,在厨房切蛋糕的大女儿伊莱妮 忽然对母亲说,我怀孕了 母亲愣了愣,问真的 伊莱妮点点头 但母女俩脸上都没有一丝的高兴 母亲也没问孩子的父亲是谁 照相完毕后 小外孙女阿卡米妮放起了音乐 家里也因舞曲的响起 似乎再次沉浸在了欢乐中 可是,和外公跳着舞的安琪丽琪 却依旧是面无表情 她机械地随着外公的舞步挪动着身体 像一只提线木偶般 一曲舞弊 安琪丽琪忽然跨上了阳台 在身后的一片欢歌中 她朝向远处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随即跳了下去 当场死亡 安琪丽琪的死 让庆生一世戛然而止 那一日是安琪丽琪的11岁生日 在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同时 这场突如意外的自杀事件 也带着一个巨大的谜团 带领众人走进了这个 看似寻常的家庭 窥探到了那不为人知的秘密 和人性的极度阴安 男人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 这个外表看上去憨厚的中年男人 在一门之隔的家门外 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 可是在家里 他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掌管着一切大小事物 包括控制所有家庭成员的行动和自由 久而久之 这种控制也奴役了所有人的精神世界 他以一种无声的暴力 让所有人丧失反抗力 继而变得麻木 就如同安琪丽琪的死 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 却未能在这个扭曲了的家庭中 激起任何涟漪 然而 一个11岁的女孩 在自己生日当天自杀身亡 还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察局里 男人和安琪丽琪的妈妈 伊莱妮接受了警方的问询 警察问了很多问题 得到的答案却是 安琪丽琪生前一切正常 且在生日派对上过得很开心 家里的防护栏也都符合标准 可是这看似完美的回答背后 却是这个家庭 对安琪丽琪死亡的 异常淡定表现 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 让警察疑惑 为此 警方表示 过段日子 会有相关人员 上门走访调查 回到家后 伊莱妮呆坐在沙发上 面对女儿的自杀 伊莱妮显然难以接受 但她没有哭出来 男人叫了她好多次 她才缓缓来到了餐桌旁 准备和家人一起吃饭 可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 并没有开动 她坐在座位上 沉默了一会儿后 忽然立声质问众人 在昨天的生日派对上 为什么没有看好安琪丽琪 面对男人的怒火 全家人都低头沉默着 不敢辩解 14岁的二女儿梅朵 更是双拳紧握 忍不住悄悄颤抖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极力忍耐着心中的惊惧和愤怒 片刻之后 妻子小心翼翼起身 带着两个小外孙离开 很快 二女儿梅朵 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男人生气了 他们不敢再吃饭 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躲起来 于是餐桌前 便只剩下了男人 和大女儿伊莱妮 压抑的氛围还在延续 男人平静了一会儿后 又起身回到屋里 拿了一片药 递给了伊莱妮 伊莱妮看了看 犹豫了片刻 还是吞了下去 第二天 男人送两个外孙上学 老师再将安琪丽琪的遗物 交给他时说 学校里都在传安琪丽琪 很可能是因为感情问题 而自杀的 但男人立刻否证了这个说法 回到车上 男人将从学校取到的 安琪丽琪的遗物 撕得粉碎 回到家中 男人又发现 妻子同二女儿梅朵 正关着门说话 男人当即将门推开 并不给母女二人 留什么隐私空间 很显然 在这个家庭中 秘密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而妻子与梅朵 也不敢反抗 只沉默着 结束了话题 妻子随即 走出了梅朵的房间 递给了男人 一张写有新工作 联系方式的纸条 公司 让男人下午四点前 打电话过去 但妻子想了想 觉得这两天 家里不太平 还是小心建议男人 今天最好不要出去了 男人没有回答 转而问起妻子 刚刚和梅朵在房间里说什么 妻子垂下眼皮 无奈地说 她不想去上学了 男人说 我知道 紧跟着又问 伊莱妮呢 说话时 男人靠近妻子 妻子下意识地 缓缓后退 惧怕 充斥在妻子的 每个眼神 与动作间 她小心回答说 伊莱妮在警察局 今天是伊莱妮 去取安琪丽琪 死亡证明的日子 男人听后 却依旧盯着妻子 似乎在衡量 妻子又没有说谎 片刻后 才扬声 喊了梅朵过来 等伊莱妮 从警局回来的时候 梅朵正沉默着 坐在沙发上 显然 这过程中 遭到了男人的训斥 伊莱妮面色沉重 可面对男人 还是勾起嘴角 勉强地笑了一下 男人立刻 开始盘问伊莱妮 伊莱妮如实回答后 默默坐在了沙发上 男人却将伊莱妮 包里的东西 翻出来看了看 确定是死亡证明后 才梅朵说什么 等男人进屋后 坐在伊莱妮身边的梅朵 问伊莱妮 你出去这么久 是干什么去了 伊莱妮听后 抬手给了妹妹梅朵 一个耳光 这一巴掌 让梅朵没了声音 生活依旧在压抑 和沉闷中照常 这一日 男人去领儿童救助金时 被告知 因为安琪利奇的死 他将损失170欧元 面对意外损失的钱财 男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 但实则却是满腔怒气 回家后 男人叫来 正给两个外孙 讲故事的伊莱妮 帮忙一起收拾 安琪利奇的遗物 过程中 伊莱妮因伤心过度 忽然晕倒 当他醒来后 男人又递给了他一片药 尽管悲痛 但伊莱妮还是选择了服下 那天下午 男人去接二女儿 梅朵放学 然而 他们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静止 去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直到天黑才回来 第二天 男人去面试了新工作 因为是熟人介绍 男人顺利被录取 工作中的男人 温和谦逊 甚至对上司提出的要求 都一一应允 这和家里的冷酷冷血 简直是判若两人 得到工作的那一日 男人在下班回家时 给外孙买了东西 随后 他找到伊莱妮 并告诉他要坚强 为了孩子 要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 伊莱妮点头答应 那日下午 梅朵接了个电话 在征求完男人的同意后 他被允许出门 却被要求 晚上五点前回家 傍晚 小外孙女阿卡米尼 在写完作业后 被男人勒令 对着拼图画上的大树 练习数数 那枯燥的一棵树 两棵树 三棵树 在小女孩口中 不断重复着 而男人 则去告诉 还没写完作业的菲利普斯 你不写完 你妹妹就会一直数 菲利普斯不敢问为什么 赶紧加快了 写作业的速度 当菲利普斯写完作业后 男人带着菲利普斯 和阿卡米尼去了公园 然而 燥热的夏日 他们却被外婆 穿上了长衣长裤 阿卡米尼忍不住说 外婆 好热 我想穿裙子 外婆立刻打了阿卡米尼的手 让她安静点 当男人 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后 家里便只剩下了妻子 和大女儿伊莱尼 和伊莱尼 交好的一个邻居 恰好来家里慰问 提起女儿的死 伊莱尼内心悲痛不已 但却不敢哭出声来 只招呼着邻居喝酒 妈妈听见两人 似乎在讨论 安琪利奇的死因 便从屋子里出来 坐在了客厅里 这会儿 邻居正在问伊莱尼 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伊莱尼还没有说话 妈妈就将电视打开 看起了电视 这一举动 让客厅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尴尬了起来 伊莱尼和邻居 又聊了点别的话题后 邻居识去的 借口离开 邻居走后 因安琪利奇的死 而一直压抑着的伊莱尼 终于忍不住 冲进了洗手间 并将门反锁 妈妈立刻跟过去拍门 让伊莱尼赶紧出来 说她要用洗手间 但伊莱尼没有回应 洗手间里 她正蹲在浴缸边 抑制不住的哭泣 可即便是在这样 私密的空间里 她也不敢真的放声大哭 为了掩盖哭声 便是将水龙头打开 是的 对于女儿的死 伊莱尼在这个家里 都没有伤痛的权利 连同邻居说两句话 也要被妈妈监视 直到男人 带着两个孩子回来 伊莱尼听见了男人的声音 才停止了哭泣 她敢忙想 装作无事的样子 从洗手间里出来 却被男人撞个正着 男人看见伊莱尼 冷漠地问 躲在卫生间的感觉好吗 伊莱尼不敢接话 回到房间 伊莱尼听小阿卡米尼说 将从公园带回来的花 送给了外婆 伊莱尼正和阿卡米尼说 应该把花送给母亲才对 男人却忽然来到房门口 指责阿卡米尼是个小白眼狼 伊莱尼急忙让阿卡米尼 给外公一个亲亲 哄外公高兴 晚上一家人又沉默地 围坐在餐桌前 食物早已经摆好了 可是男人没开动前 所有人都不敢动作 只保持着统一的姿势 静静等着 直到男人开吃 其他人才也拿起了餐具 吃着饭时 梅朵回来了 可是当他走到餐厅 却发现桌上 没有自己的餐具 这是男人对他的惩罚 因为梅朵出门前 男人说过 要他在晚饭前回来 第二天 男人在冰箱里 看到了安琪丽琪 生日那天剩下的半个蛋糕 看着蛋糕 男人的手 渐渐颤抖起来 最终忍不住 眼面哭泣 蛋糕被打翻在地 他也并不如表面上 看上去那般 对安琪丽琪的死 那么淡漠 但很快 男人收拾完 掉在地上的蛋糕后 又若无其事地 穿上西装去上班 但这天出家门后 男人没有直接前往单位 而是先来到了邻居家 以感谢对方的慰问为由 来试探伊莱妮 是否说了不该说的话 因为在邻居家耽搁了一会儿 等送了孩子去学校 再赶到公司的时候 男人迟到了 经理苛刻地警告男人 不希望再有下次 男人规规矩矩地硬着 男人已经是退休的年纪 能得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 为了在经理面前挽回一下印象 男人不得不往家里打电话 让妻子去接孩子 孩子放学的时间是两点 他要求妻子一点四时就到学校 并且还告诉妻子 他会在两点半的时候 给家里打电话 以此来确诊 他有没有直接带着孩子回家 梅朵因为上次外出的事情 被男人禁足了 他找到坐在沙发上的妈妈 表示希望外出或使用电话 但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 这个正值青春期的14岁女孩 直接冲到厨房用刀割伤了自己的手 然后走到妈妈面前 摊开正流血的手掌问 那现在呢 让我死在这儿是吗 在这个家里 一直面无表情的妈妈 终于有了情绪波动 她立刻走到梅朵身边 想夺下梅朵的刀 就在这时候 电话响起 但妈妈着急为梅朵处理伤口 没来得及接 等将梅朵的伤口冲洗包好后 才冲到客厅去接电话 却因为没有及时接听 而遭到了男人的质疑和训斥 放下电话的一刻 妈妈抬手甩了梅朵一个耳光 将一腔的憋闷和怒火 都发泄到了梅朵身上 那晚 回家后的男人 暴力地拆掉了梅朵的房门 并告诉梅朵 在这个家里 所有人都没有秘密可言 对此 梅朵只能默默看向床单 抚摸着包着纱布的手 无奈忍受 几日后 男人带伊莱妮去医院做产检 当医生问解孩子的父亲时 男人表示 孩子的父亲 抛弃了伊莱妮母子 医生不解 反问为何不吃避孕药 伊莱妮看向了地面 没有作声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 男人告诉伊莱妮 要设法说服调查员 否则 他们会觉得伊莱妮 没有能力照顾好孩子 然后以伊莱妮 没有收入为由 带走另外两个孩子 这样一来 家里也无法再领到 儿童救助金 伊莱妮表示 会尽全力 第二天 是学校本学期的最后一天 男人必须去学校 为两个外孙取成绩单 他出门前 给经理打电话 说明情况 希望能请假 但却没能得到经理的理解 反而直接被辞退 到了学校后 男人从老师口中得知 孩子们的成绩 虽然都很好 但菲利普斯在学校里很调皮 经常打架 男人立刻笑说 我会好好和菲利普斯谈谈的 可是回到家后 男人口中说的好好谈谈 却变成了惩罚 男人指责菲利普斯不听话 并打了菲利普斯几个耳光 随后又叫来了阿卡米尼 对阿卡米尼说 扇菲利普斯耳光 放心大胆的扇 阿卡米尼不明白 为什么要打哥哥 但迟一片刻后 还是因为习惯了服从男人 而对哥哥动手 菲利普斯含着泪 却一直忍着没有哭出来 偏偏男人还站在一边看着 冷嘲热讽地问菲利普斯 怎么样 喜欢吗 就这样 暴力开始在幼小孩 同间上演 而无人阻止 因梅朵的自残 而没有及时接到电话的妈妈 也受到了男人的殴打 她卧床了几日 这天 大女儿伊莱尼将早餐 送去了她的房间 随即用吸尘器打扫着屋子 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男人则在一旁观察着一切 生活又恢复到了 这个家庭的常态 每个家庭成员 都被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在自由丧失的同时 也丧失了还击生活的能力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 扭曲的道德伦理下的 屈辱的待遇 在男人的暴力中 渐渐沦为傀儡 为了顺利通过调查员的访查 男人找到了一个老友 他想让老友向调查员承认自己是伊莱尼 腹中孩子的爸爸 并承诺老友 如果同意签字 自己将会给老友一份很大的报酬 老友听后 欣然同意了 可是 男人家里养着那么多孩子 收入微薄 甚至再次失业 而老友却是衣食无忧 过着上层生活 男人又能给出什么报酬呢 这一日 梅朵为了和同学出去玩 不想参加男人组织的 全家海边出行计划 他用刀划伤了大腿内侧 并用卫生棉吸了血 一次谎称自己来了乐视 离开前 梅朵向男人要五元钱 却遭到了拒绝 尽管梅朵最后出了门 但那日 因为梅朵的缺席 全家的海边之行 也被取消 晚上 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当快节奏的音乐响起 阿卡米尼忽然跑到电视机前 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跳完后 他兴冲冲的跑到伊莱尼跟前说 外公说 因为我在学校表现好 所以要奖励我一条新裙子 但伊莱尼听见这话 却没有女儿那么高兴 临睡前 所有人都要对男人行贴面礼 说晚安 轮到梅朵时 男人忽然用力抓住梅朵的胳膊 警告说 如果再让我看见你和那男孩在一起 你就别想进家门了 梅朵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被惩罚是因为男人发现了他恋爱的事 几天后 男人带着化了精致妆容的伊莱尼 来到了一个有着大胡子的老男人家里 伊莱尼表面笑着 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内心却克制着什么 大胡子给伊莱尼倒了杯酒 伊莱尼竟然一口就把酒喝光了 大胡子健壮又给伊莱尼倒了一杯 随后大胡子将手放在了伊莱尼腿上 而男人却拿起相机为两人拍合照 伊莱尼保持着笑容又喝下了一杯酒 拍照过后 大胡子和男人一起跳舞并邀请伊莱尼加入 伊莱尼放下酒杯正要起身 却忽然呕吐起来 因为他怀孕了 酒精让他难以承受 男人很生气 他粗暴地拽着伊莱尼的头发 将伊莱尼拖进了洗手间 随后 男人又跑去给大胡子道歉 并跪在地上清理了脏了的地板 大胡子也没了喝酒跳舞的兴致 直接拉着伊莱尼进了房间 离开前 大胡子给了男人一些钱 而男人则让对方常常光顾 至此 潜藏在这个家里的秘密终于浮出了水面 原来 内心残酷且冷血的男人 控制着整个家庭的女性卖淫 而他给伊莱尼的白色药片是避孕药 他在发泄自己受欲的同时 也拿女儿赚钱 而两个外孙和伊莱尼附中孩子的爸爸 也都来自于那些不知名的嫖客 男人之所以让伊莱尼生下孩子 则是因为在希腊 当地政府会给三个孩子的母亲 一定的儿童救助金和生活补助 而这些钱可以让伊莱尼不用出去工作 这让男人能更好地控制伊莱尼 可想而知 那被操控着的怀着孕的伊莱尼 坐在嫖客家里的沙发上 平淡的笑容背后是怎样的痛苦 也许伊莱尼在失去反抗勇气的同时 已经选择了在男人的暴力下逆来顺受 半夜时分 男人妻子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 当他在黑暗中吃着一盒剩下的披萨时 梅朵突然打开了灯 这让他吓了一跳 梅朵随即坐在他面前 想跟他说自己其实没来打一马 但没等话说完 妈妈就打断了梅朵 梅朵埋怨说 你什么都不想知道 妈妈听后 放下手中的披萨 扬起脖子 掀开衣领 将伤疤展示给梅朵看 让梅朵闭嘴 因为他之所以挨打 是给梅朵处理伤口 梅来的几接电话 但梅朵却说 这都是你的错 一切都是你的错 原来在这个家里 看似木娜的妈妈 什么都知道 但比起男人 对女儿们所作所为的龌龊 她更害怕自己受到惩罚 没错 在沉闷暴力的家庭氛围下 这个母亲 早已经变得冷漠无情了 于是梅朵看了看 喝着啤酒的妈妈 没再言语任何 第二天一早 是调查人员登门的日子 妈妈往自己的脖子上 铺了些粉 以掩盖伤口 免得被察觉异常 对调查员提出的问题 伊莱尼都按照男人的要求 一一完美作答 仿佛这是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当调查员 问到菲利普斯 和阿卡米尼的爸爸是谁时 一家人以伊莱尼曾为了孩子父亲 离家出走 可生下孩子后 孩子父亲又不肯承认伊莱尼为由 糖塞了过去 但是很快 调查员便从小孩子的口中 得知了伊莱尼怀孕的消息 当调查员问他 腹中孩子的父亲一刻 伊莱尼便将男人老友的名字 说了出来 离开前 调查员感慨说 家里很奇怪 刚刚死了一个孩子 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此 男人淡定地回答说 我也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让这个家恢复到现在这样的 调查员没有再问 转身离开 送走调查员后 男人照例去接梅朵放学 这一次 他同样是将梅朵 带去了那个废弃的工厂 当梅朵从车前门下来 上了后座 换了一套性感的衣服走出来时 隐藏在这个废弃工厂的不堪一幕 也得以见了天日 原来 14岁的梅朵 也早已经成为了男人赚钱的工具 丧心病狂的他 让梅朵在放学后来这里接客 为了钱财 他甚至不惜梅朵被轮奸 那些男人 一个接着一个 疯狂摧残着瘦弱的梅朵 而梅朵则颤抖 且无助地趴在床上 任人凌辱 嫖客的狂欢结束后 男人竟然丧心病狂地拉住了梅朵 对梅朵做了和嫖客一样的事 随后 那些嫖资都进了男人的腰包 回家路上 男人让梅朵下次再接客时开心一点 不然 他连30元都不值 梅朵冷漠地对男人说 你还没付钱呢 是啊 男人也享用了梅朵 但没给梅朵嫖资 沉默一阵后 梅朵忽然又对男人说 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安琪丽琪了 所以她才跳楼自杀 从11岁开始 对吧 爸 原来家里的每个女人 从11岁起 都要以出卖肉体来帮男人赚钱 所以安琪丽琪才选择在11岁生日那天自杀的 而她的亲生 在这个变态的家里 显然就是唯一获得自由的方式 梅朵表示自己也想死 也想获得尊严和自由 因为那次接客 男人给了梅朵20元钱 但却被梅朵撕得稀碎 为此 老师找到男人谈话 称梅朵说 岂有家庭暴力倾向 但对此 男人全盘否认 却又在老师说 以后如有类似事件 将会告诉儿童救助中心时 乖乖拿起 被撕碎的20元钱碎片离开 因为梅朵的所为 男人十分生气 回家后的他 更是将家里的所有食物都扔掉 以此来惩罚 所有人的不听话和反抗 但在晚间 男人又买回了外卖 并告诉所有人 自己的气消了 可以吃饭了 梅朵第一个凑上前 将食物塞进了嘴里 饭间 男人问外孙 想不想吃冰淇淋 两个孩子开心地点着头 于是 男人开车 带着两个孩子 来到了妇人区 他把外孙女带走 将孙子留在了车上 就这样 男人带阿卡米尼 来到了那个 假扮伊莱尼 腹中孩子爸爸的老友家里 原来 这个老友也是个嫖客 而男人所谓的报酬 便是将自己尚且年幼的外孙女 献给对方 谁能想到 天真浪漫的小女孩 还不懂人事 命运就将她推向了恶魔的深渊 她也因此 在小小年纪 就沦为这个家庭里 沉默的羔羊 那晚回家后 阿卡米尼发现 妈妈伊莱尼 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便走到沙发边 颤抖着 低着头 少生患着妈妈 可她患了几身 都没有得到回应 男人忽然走到阿卡米尼身边 要拉阿卡米尼进房间睡觉 阿卡米尼下意识地躲闪 却根本拗不过男人的力气 只能被带走 当阿卡米尼离开后 一直装睡的伊莱尼 终于坐起了身子 她强忍悲痛 看着眼前发呆 那一刻 伊莱尼的心在低血 却又无能为力 这时候 隐在走廊暗处的妈妈 忽然对伊莱尼说 去睡吧 妈妈是生活在这个家庭中 年纪最大的女人 这些事 这些心情 她早已经体会过 而伊莱尼心中的无能为力 她也早已经习惯了 当晚 男人打包了一些冰淇淋回来 阿卡米尼的初次 换来了不少嫖子 男人神清气爽 心情非常好 她将冰淇淋盛出一些 递给了一旁 一直仔细擦着餐具的妻子 吃了几口后 男人先行回卧室睡觉 望着男人关紧了房门 女人一口口吃着 已经化掉的冰淇淋 她的表情依旧木大 但这一晚 她平静的眼中 却有了波澜 第二天一早 大家本来约定好要去海边 却迟迟不见男人的身影 伊莱尼去叫男人 敲门没有得到回应后 伊莱尼打开了房门 意外发现 男人下身都是血的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是的 她已经死亡 看着这一幕 伊莱尼起初惊慌不已 但很快 另一种情绪 却浮现在伊莱尼心头 她定定地盯着床上 已经失去生命的男人 呼吸渐渐急促 嘴角缓缓地扬了起来 那张平日里 温吞柔和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疯狂的笑容 眼中布满了恨意和痛快 她以为这个家里的恶魔 终于死了 她和孩子们 终于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但当她回到客厅 却发现 妈妈坐在了男人的位置上 此刻的妈妈 脸上不再默然 而是多了一丝微笑 平和之中 带着一股悠然自得的味道 面对着站在眼前的孩子们 她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伊莱尼将大门锁上 伊莱尼转过头 茫然地看向远处 那扇紧闭的乳白色的门 而紧闭着的房门要上锁 又预示着什么 伊莱尼仿佛预知了未来的宿命 就这样 傅权刚去 母权又将重新掌控着这个家庭 一切又将在黑暗中重蹈覆辙 像是从一个深渊 踏进另一个深渊 循环往复 永不得见阳光 影片结束 《暴力小姐》由亚历山多罗斯 阿拉纳斯指导 瑟米斯帕诺 Croi Blotta Rini Pitaki等主演 于2013年9月1日 在意大利上映 曾获得最佳导演 最佳男演员 等多项大奖和提名 影片用大量的篇幅 展示了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 压抑和暴力的感觉 几乎营绕在每一个镜头当中 女人和孩子们的沉默乖巧 男人的地位和暴力 无形之中 像是一张大网 将观众的心牢牢锁住 或许 即便是男人已死 即便是女人未接力掌权 这个家庭 怕也是无法再生起希望的曙光了 因为那些已经被奴役了的思想和灵魂 已经在长久的压榨下 丧失了追求自由的动力和渴望 无生的家庭暴力下 是良知的泯丧和人性无尽的悲哀 好的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